主播畫面中可以看到濃濃黑煙直竄天際 現場還不斷冒出熊熊烈火 消防隊員接獲報案後 趕抵現場拉起水線灌救 幸好事發當下已經是下班時間 因此沒有人員受困受傷 大國弟兄也順利鋪變火事 先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十九號晚上八點多 新北市樹林區一間違章的木材工廠 因為不明原因起火燃燒燃燒面積約三千兩百零八平方公尺 因為裡面存放大量易燃物 導致火事一發不可收拾 也因為現場風速低擴散條件差 初步估計主要影響範圍 包含樹林 三峽 陰哥 土城等區域 新北市府也呼籲附近民眾除了緊閉家中門窗 外出時也要佩戴口罩 避免在戶外長時間逗留